多死勒兵而还 大使曰黄天佛顺树也 看来是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黄天佛顺树也 这是命啊 没办法 中间跟金隔得太远 大沙漠咱过不去 当年二百人能过来 现在七万人过不去了 这么庞大的后勤支援力量 这么多的部队过不去 过不去怎么办 看来 光复故土的希望 在一点一点破灭 那么怎么办 既然故乡回不去了 我们就好好的经营他乡 我们就把他乡当成故乡 好歹我们在西域 保留了契丹一脉 保留下大辽的血脉 东征不行 我就改西征 我要为大辽开疆拓图 因为西边这些国家都挨着 河中地区自古称富饶 所以我就要往这个地方发展 往这个河中地区发展 大概的位置是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全境 和哈萨克斯坦西南 咱们中国汉朝的史书里边 对这个地区就有记载 唐朝的时候 一度在这里设立河中府 所以我们就称这儿为河中 要往河中地区发展 首先必须解决到的对手 就是西喀拉韩国 然而西喀拉韩国 是塞尔铸突厥帝国的附庸国 如果攻打西喀拉韩国 必然会和塞尔铸突厥帝国 发生冲突 根据记载 塞尔铸突厥帝国 不但僵地辽阔 而且兵强网上 是中亚西亚地区 有名的大帝国 那么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 耶律大使会怎么应对呢 西辽向西喀拉韩国发动进攻 率领大军进入到了费尔干纳古地 费尔干纳古地 在今天的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三国交界处 这个是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群山环抱的一个古地 当年这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地方 所以当时的大使就率领军队 进入到了费尔干纳古地 跟这个西喀拉韩国的大韩马赫木 率领的军队 在费尔干纳古地展开激战 两军队员刚一打 这个西喀拉韩国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前面讲过的葛罗路人 不愿意为马赫木 不愿意为马赫木卖命 倒阁了 投向了西辽 所以一仗下来 西喀拉韩国的军队 全军覆没 西辽兵威大振 直逼西喀拉韩国的首都 撒马尔干 就是在今天的 乌兹别克斯坦 是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二大城市 原来的乌兹别克斯坦的旧都 直逼撒马尔干 绝望笼罩在每一个西喀拉韩国人的心中 完了 我们这国家完蛋了 跟东喀拉韩国一个下场 要被这个西辽皇帝征服了 所以万般无奈之下 马赫木给自己的主子塞尔铸帝国的苏丹 桑贾尔写信求援 所以桑贾尔就发出了号令 对耶利拉使开战 于是中亚西亚河中地区各地的王公 纷纷率军赶到 据说集合了十万大军 光检阅就用了六个月 咱也不太明白 这十万人咋能检阅六个月 估计可能是今天来二十 明天来三十 所以桑贾尔天天检阅不对 天天检阅不对 凑了这么十万大军 桑贾尔认为 自己的十万大军 足以弃吞山河 足以干掉耶利大使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桑贾尔的义气 信心百倍 自信满满 就进入了自己的附庸 西喀拉韩国的首都撒马尔干 别害怕 我照着你 我来了 我领着十万大军来了 准备跟耶利大使决战 他来了 他来到这个桑贾尔干之后 他首先攻打 背叛了西哈拉韩国的葛罗路人 葛罗路人当然不是这个桑贾尔的对手 所以葛罗路人就只能向耶利大使求援 向我们的菊尔涵求援 所以耶利大使就给桑贾尔写信 让他饶过葛罗路人 何为贵 咱们中国人何为贵 能不打咱别打 你放过这个葛罗路人你别打了 桑贾尔认为这是大使示弱的表现 你看耶利大使就是不行 他连敢打都不敢打 我十万大军一出发就得吓成这样 所以这个看到大使的来信之后 桑贾尔十分轻蔑的给大使回了一封信 在这个信中他告诉大使 截假归降 归依伊斯兰教 你要截假归降 你要这个归依伊斯兰教 这个你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等待你的下场是大军一道 玉石俱焚 我们的十万战士英勇无敌 他们能用剑割断敌人虚发 这么有战斗力 我们能用弓箭 射刷的弓箭割断敌人虚发 你怕不怕 把这封信就给送出去了 连这个桑贾尔的大臣都劝桑贾尔 桑贾尔就是他塞尔柱帝国的领导人叫苏丹 劝他 苏丹您不能写这信 你这信太侮辱人了 你就不给字尔留后路 你一点回旋余地都没有了 不能写这种信 结果桑贾尔说没关系 大使是个胆小鬼 他是个涡兰奎 不用怕 把这封信给他寄去 给他寄去 然后桑贾尔的使节 拿着这封信就来到了大使的攻障 来到大使的这个攻障之内 就把这个信就递给了大使 大使读完这封信之后 不露声色 把这封信就交给了自己的大臣 大家看看 这是塞尔柱的苏丹 给我们来的封信 给封信 大家看看 大家传看一遍 火全都到这了 全都到这了 士可人 孰不可人 这就太欺负人了 一下群臣的火都被删 删过去来了 这个 这个 同仇敌忾 把这小子宰了 把送信的人宰了 大使制止 不行 不能这么干 两国相争 不展来史 这封信怎么答复 用不着答复 懒得理他 你不是能用剑 割断 一人虚发吗 大使拿出命令 这个旁边人 给他根针 让他把这个胡子挑断了 然后旁边的随从 就给了桑家人 使劫一根针 您拿这根针 把胡子挑断了 这使劫 当胆天 插过来 插过去 插过来 他怎么可能扎得动 这胡子 真的一插就滑一边去了 他根本就切不断 大使说 回去告诉你的主子 你连针都穿不断 虚发 你怎么可能用剑 截断 敌人虚发 愿意打 咱就打 我耶律大使 奉陪到底 咱得开战 没什么两 没什么说的 桑家的使劫就回去报下了 耶律大使说了 开战 他让我拿针扎胡子 没啥穿 没啥穿 桑家人一看 那这比耶律大使 太 这个不知道好歹了 一定要给他一个 让他永世难忘的教训 桑家尔 桑家尔亲率十万大军 向耶律大使 发动了光烈的进攻 耶律大使 率众迎战 但是根据史书记载 大使军 仅近两三万人 那么处于烈士的 耶律大使 是如何以少胜多 打败桑家尔 十万大军的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将韩兰 明朝永乐皇帝朱棣 一位开创了 盛世的伟大帝王 他非同一般的人生经历 为后世留下了 许许多多的谜团 他为何不肯承认 自己的亲生母亲 被推翻的建文帝 究竟流落何方 正和下西洋的真正原因 到底是什么 永乐大典的正本 又为何突然失足 请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商船前审 为您讲述 百家将谈戏的节目 永乐大帝 5月10日起播出 敬请关注 科教频道广告 由上海中式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独家代理 桑贾尔亲率十万大军 向耶律大使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耶律大使率众迎战 但是根据史书记载 大使军仅仅两三万人 那么处于劣势的耶律大使 是如何以少胜多 打败桑贾尔十万大军的你 那么决战在萨玛尔汉以北的卡特万草原展开 这个地方也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 在萨玛尔汉以北的卡特万草原展开 敌军十万 大使军只有两三万 那么大使军在人数上是处于绝对的劣势的 但是大使在阵前也是发表了一个慷慨激昂的演说 告诉他的战士们 不要怕 跟着我 你们的大汗 菊尔汗 取得无上的荣光 因为他的部队里边不但有契丹人 还有汉人 还有突厥人 所以跟着你们的大汗 取得无上的荣光 彼君虽多而无谋 公之则首尾不救 我师必胜 没什么可怕的 他虽然多 但是无谋 他能讲他是好多个国家集合在一起的部队 他好多个国家甚至部落 甚至部族集合在一起的部队 事先没有一个统一的演习 这六个月可能光检阅了 没搞演习 可能这些个部队 这个桑加尔的十万大军 可能这十万大军之间言语都不通 对吧 因为他虽然都有共同的信仰 可能言语都不通 所以彼君虽多而无谋 公之 则首尾不救 我师必胜 没什么可怕的 跟我去迎娶胜利 所以这个伊大使把自己的部队分成了三波 自己亲率中军 自己亲率中军 他麾下第一名将六院司大王肖沃里拉指挥右军 2500精兵 苏密副使肖查阿拉指挥2500精兵 位于左翼大使自领中军 当时的这个桑加尔联军 是由这个塞尔柱苏丹 桑加尔自领中军 然后他的这个宰相 他的宰相领左军 一个附属国的国王领右军 这样一来的话呢 战场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形式 方块是大使军 三角是桑加尔联军 那么大使的中军对阵桑加尔联军的中军 大使的右军对阵桑加尔联军的左军 大使的左军对阵桑加尔联军的右军 在我这个方向看你们 这儿是左 这儿是右 是吧 然后您看我就跟我的方向完全就是反着的 所以中军对中军 左军对右军 右军对左军 大使选了这个卡特万这个战场 这个战场是一片一山的缓坡 是草原 但是依着一座山 这个山中间还有一道峡谷 大使充分的利用了这个峡谷 他把自己的中军布置在峡谷前边 然后这个左军当然在左边 右军在右边 背靠这个峡谷作战 一开战 双方在这个中军这个地方陷入了僵持 所以战斗一打响 联军的左军 猛攻大使军的右翼 大使军的右翼 跟大使军的中军和左军之间 就拉开了一个缺口 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格局 联军的左军插入到大使军的右军和中军 左军之间 所以这样一个格局就变成什么呢 这个缺口是越拉越大 所以联军的左军中军和右军 就逐渐都填进了这个缺口当中 而大使的中军和左军就向联军的右翼迂回 最后 好 感谢观看